吴家老三提出,这背后另有隐情 老大他跟我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我没办法了 大家都逼着我要签 我说了我签都没用 我签的话还要比我同意 就说要我同意 还有两个姐妹签了呢 还有两个姐妹 姐姐签是 那是她自己一直跟老师的感情特别好 我不是说她有什么目的 我明白,就是帮亲不帮理了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但小妹怎么也签字 小妹的话呢 她要杀到杭州去 所有的人都要找麻烦 吴家老三表示 虽然大哥和小妹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但并不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七年前究竟有没有五年一轮的约定呢 主持人张婷决定 听听其他房屋产权人的说法 于是他将厂下的另外三位当事人 请上场 胡家孙子辈的两位成员和他们各自的父亲一样 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就有没有听到五年一轮那个说法 没有 老四的儿子 毕竟当时两位晚辈不在场 主持人张婷决定重点和胡家大姐沟通 也就是从胡家大姐接下来的陈述中 我们意外地听到了对这五年一轮说法的另一种解释 首先七年前是不是大家说好了轮租 是这样的 我那个大弟弟他就这样子 从大轮小先秉文你住不住 我哥哥说不住 你住不住我说我也不住 他就说他我要住我就住五年就是这样的 好有没有说五年满了以后就应该换一个兄弟姐妹来了 有这个说法 当时没有讲 当时我们都是一直认为就是他做了五年以后 我弟弟想做的话就要应该给我弟弟做 要是我弟弟不想做他在那发了财 他可以不做我是这样想 所以你们的想法就是说 你们觉得到五年以后就应该按道理就可以重新商议的 是吗 是这个意思 然后到这个第一个五年满的时候 你为什么跟小妹提出来去跟老四说 到快到五年他就一直要吵他要接手住 我说你场里能生成得了是吧 只要不讨饭能生成了就暂时维持一下 要是你在五年要五年把他接到了 他还要两年代替休 你要让他拿着替休工资下了吧 我是这样的 大姐意思就是缓一缓这个事 就这个意思 尽量不要发生矛盾 现在两年过去按照老四的说法 老三马上就要退休了 你是不是也认为在这个时候 所谓的重修权得更换了 应该接 应该由老四接了 他想做就应该接 他不想做没办法 那就再继续忍下去 所以大姐就认为 理应就应该这样办了 是吗 我不想吵架 没意思 因为家人太亲了 我们小时候都是很好的感情的 就是我母亲 我爸爸死了 我家人这样才不团结的 说起如今家庭中兄弟间的不和睦 胡家大姐很痛心 她表示虽然当初确实没有口头上明说 要五年一轮 但兄弟姐妹各自的心理其实已经默认按五年一轮实行 父母将这一套房产留给后人 就是想要造福大家 让大家共同受益 希望胡家老三能够将成足经营权让出 然而对于她的这番表态 坐在一旁的胡家老三的儿子胡磊 突然表示 他还有一些情况 非常必要和大家说明一下 我现在把那个我大白我大姑我小姑他们去牵制的理由 作为我个人的观点 我剖析一点好吗 首先第一个我大白和这位是在广东原来开了一个场合伙开了一个场 就是东方的儿子在那边开了一个场 开了一场之后呢 他们产生了一点纠纷 然后的话呢 他把我大白给挤出来了 到现在位置还欠个几万块钱没有拿 大概七八万吧 他欠我大白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情况 大白希望拿到这个钱 希望拿这个钱 好 然后你做 做完之后你把那个钱拿了 好 大姑的话 我们我父亲也刚才说了 包括我也在这个家属里面三十五六年 我今年三十六岁 他借给他不知道多少钱 他的儿子借给他不知道多少钱 到现在为什么没有还 小姑我小姑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好的 很和善的一个人 他也是逼得没有办法 我可以提交一些那个内容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姑小姑群 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群 微信里面那个图片 我姑姑说的 当时老三杨言要杀人 我才让老三做五年 这是我小姑姑发的短信 不是我父亲 作为儿子的老三杨言要杀人 胡蕾是你是吗 对 没错 你和你爸真的不要再揪住我不放 我当初真的是为了这家不要出大祸 你也清楚 老三当时杨言要杀人 我也只是单纯的想让老三做五年 救你爸的命 谁知是我大错特错 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支持你和你爸可以不把属于你们名下的房产归于老三 我真的要被独风了 里外不是好人 所以找姑姑是迫于无奈 对 签了这个 对 就是为了他想得到这个麻将馆的精英权 你可以拿到那个2017年的他们的协议 第一点 他说这房子是五人兄妹共同继承 这是不对的 是八人 这是第一点 继承人数不对 第二点 为什么这是无效租赁协议 第二点的话 签字人数不符 既然是八人的房子应该八人签字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八人签字的话 只有四个人签字 这签字的四个人凭什么去代表没有签字人的利益 好 明白 第三点就是2017年协议 为什么说它是无效协议呢 这个协议的话非常非常明确地说了 先付款后用房 先付租金再用房 对 这有一点的话 到现在为止的话 没有任何金融凭证 说他已经付了房租 从2010年3月份以来 我父亲在那个麻将馆经营是非常辛苦 非常兢兢业业地把我们的组给经营开发出来 他对于这块的话 也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 他是希望再继续经营下去 胡家老三的儿子胡磊 条理清晰 言之凿凿 从法律及情感两方面 阐述五年一轮说法的根本不成立 并且一再强调 胡家大哥 胡家大姐 以及胡家小妹 之所以愿意让胡家老四 接手经营麻将馆 背后都有其各自的私心或者无奈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主持人张婷决定 首先连线胡家小妹 喂 胡女士你好 耽误一下时间 我们搞清楚几个问题 你好你好 首先我们先说 七年前 大家关于这个房子 成租权这个事是怎么协商的 你这边的说法是什么 这个当时牵着手说 口头上说是说 就是说从老大开始轮 老大不住就老二 老二不住就老三 就这样 五年一次 五年一次说是这么说了的 所以你们理解的五年期限 就是五年来轮一次是吗 对 然后五年期限到了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人提出来 要重新轮了 而是继续由老三乘租下去呢 五年的时候老三有提 老四吧 应该说是老四吧 有提了 但是我们都给压回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在广州有个厂 然后我们就说 你那边有厂 你自己好好在那边住 这边二哥已经住得好好的 他还有两年退休 你就再怎么样 让他再住两年 拿到了退休公司 感觉好像二哥就有点着落了 嗯 明白 到时候再让给你 大概就应该可以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2016年老三这边提出来一个协议 直到他弃租为止 这个你当时是为什么签字了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我大哥 当时就把我拉在一边 说房租从15年的7月份开始 涨到了2008 2008年了 然后这个钱是存在我二哥自己的名下 然后大哥就说 这个钱存在他的名下 他以后他术期间说不清楚 因为这个钱毕竟是大家的房租钱嘛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再说我们签个协议 然后就是相当于就证明一下 这个钱是我们大家的 不是他个人各有的这个 你的意思是签协议的目的是这一点是吗 对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会签到一个直到弃租为止呢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我大哥写的 你们的内容我也没有去认真看 一家人这样 我不会去用心去看每一个字的 好 明白 2017年有老四主持签的这个协议 就是提到了重新要这个 承租的这个问题了 要轮了 这个时候你签字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说老四嘛 现在过得确实很困难 大家兄弟能帮就帮 所以我觉得大家母兄妹嘛 都同意了 而且老大答应了 我觉得老二就不会再去看了 但是我没想到老二还是坚决想住 这样弄的我就很很难受很难受 因为我二哥人也很好 他在家里付出的也很多 所以搞得我就很两头围来 你二哥这边提出来说 你会签这个字 也是迫于老四这边的给你的压力 当然也有 压力也来到好多方面 本身他困难 生活困难 确实是很困难 再一个来 我也担心老三会走极端 他感觉家里人全都不帮他 他就会仇恨这个家 仇恨这个家 我怕他会走极端 这也是我很担心很担心 到目前为止 这个程苏玄到底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老五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很为难 其实以前他们三兄弟是很好 很好的 我是家里最小的 我一直为自己有三个这样的哥哥 我感到自豪 后面他们生活过天了 我就感觉 后面就出现了问题 以前好的时候 他们三兄弟真的很好 我都很坚持 就是作为你们的想法 其实谁都想照顾到 可是真的挺难 谁都能照顾到 太难太难了 我都想把我自己磨碎了 给他们 但是我帮不了 我真的帮不了 怎么说呢 我认为还是一家人要 以何为贵 人脆的就脆 回到这来 胡家小妹很为难 她认为站在家庭的大局考虑 还是应该按照之前的约定 五年一轮 那么胡家大哥呢 究竟哪一份协议 才是他真实意愿的表达 他在协议中 写上弃租为止四个字 代表着什么意思呢